哈喽小伙伴们我是明清 明清今天给大家安利的剧是由景田张文艺领前主演的古装爱情剧《四锦》 该剧根据《冬天的柳叶》的同名小说改编 说实话就据明清去看了原著小说后 景田演女主没啥毛病 但是张文艺演这个角色真的是有突破 原著这男主追欺的性格和手段请不要改编 我想看张文艺去演 咱们也先说原著剧情 景田饰演的女主是东平伯府四小姐江四 姿容秀美 是个顶出色的美人 东平伯府根基浅薄 所以江四有一门好亲事 可以嫁给安国公府的三公子 本是满心欢喜的他 没想到却等来了未婚夫的嘲讽 甚至传闻三公子已经有心上人 江四本想这些他都可以接受 只要能嫁给高文大户 但是没多久三公子居然和心上人殉情投胡了 三公子被救 心上人却香消玉云 生无可怜的三公子还是娶了江四 却成婚一年都没有原房 最终还是去世了 留下江四一人 还落下个客夫的名声 可不知是上天眷顾美人 还是给江四一次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 江四重生到了15岁 他想办法和三公子退了婚 前世的虚荣心让他错过了很多事 很多值得他守护的人 所以重活一世 他决定重新来过 因为是重生 江四本着有着天生嗅觉灵隐的优势 再加上重生有两个小小的金手指 一是预知能力 二是古术 那可谓是制剂手段高超 在深宅大院都攀附权贵的舒逊 以及心机颇深的姐姐妹妹 那是有仇报仇 有冤报冤 可千朵万朵 他还是遇到了重生后再也不想见到的人 也就是张满意饰演的男主玉锦 七皇子 一个闲散皇子 自幼被养在宫外 可以说是完全被忽略的一个人 前世这两人是夫妻 江四在三公子去世后 远走到了南疆 乌苗族 顶着已逝的乌苗族圣女阿桑的身份生活下来 当时七皇子联合乌苗族抵御外敌 因此结识了江四 两人见身情愫 后来江四知道了玉锦的真实身份后 很生气甚至绝望 自己的身世怎么可能成为皇子妃呢 结果玉锦告诉他 只要他想嫁 他就一定来娶她 果不其然 江四等到了皇上的赐婚圣旨 只是后来他才知道 玉锦心悦的从来都是乌苗族圣女阿桑 而不是江四 两段婚姻 一段是被人嫌弃冷落 一段是被人当作替身 重生的江四对爱情真的是不抱任何期待 可这一世他还是碰到了玉锦 还有玉锦身边那条腿受伤的狗 名叫二牛 那狗前世今生对江四都极为亲近 见过他的人都觉得这狗一定是成精了 因为在战场上就玉锦受的伤 所以玉锦一直把他带在身边 江四没想到这一世 这个狗见到他还是那样喜欢他 甚至一直为他和玉锦创造机会在一起 有玉锦一个人跟他献殷勤还不够啊 居然还多条狗 咱们聊到这儿呢 小伙伴们肯定都有所猜测 前世江四是不是误会了玉锦 是的 玉锦无论前世今生爱的都是江四 因为年少的时候就遇到过江四 江四还救过他 因为啥救的他呢 说实话明清是万万没想到 玉锦男扮女装差点被卖到青楼 咱就说真会玩啊 今生从他第一次见到江四 就开始想要靠近他了解他 一开始是兵兵有礼 清风朗月的 后来发现不行啊 媳妇不太搭理我 后来干脆就直接不要脸了 死缠烂打 为家威胁恐吓 只要能把媳妇留在身边 那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后来玉锦甚至都暗暗的想 你看脸皮不厚追不到媳妇啊 一不要脸都能亲到媳妇了 还没被打死 早知道就不装矜持了 咱就说 就这二皮脸追欺的男主 配上张伟一这张正义凛然的脸 我就说我想看他演 剧情和人设不能变 小伙伴们是不是理解我了 总的来说呢 小说真的很长啊 有前世今生的各种恩怨 误会的解决 还有一些碳成分在其中 因为女主重生有金手指了 不用个浪费了 所以小说女主利用自己的优势 抽丝剥解破了很多遗案 当然啊 男主不掺和一下也是不可能了 要不最后怎么能报到美人归呢 总之呢 小说属于多元素的 有重生 有复仇 有破案 有纯碍 全程诙谐轻松 是基调 如果喜欢这类型的呢 千万不要错过这部剧 本期呢 咱们就安利点这了 如果喜欢 欢迎观众明清 咱们下期见了 拜拜